半夜这个女人正准备放水 不料家中闯入三名劫匪 可女人丝毫没有察觉 回到卧室倒头就睡 临睡前 她发现安全屋的灯还没关 没想到去关灯的功夫 救了她和女儿一命 只见监控上赫然出现三名陌生男子 她顿时意识到家里净贼了 于是奋不顾身地冲进女儿的房间 快速用水浇醒熟睡中的女儿 女人让她不要出声 然后迅速拉着她向外跑 却和赶来的蒙面劫匪撞个阵阵 转身躲进电梯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看到脏便哥早已等候多时 脏便哥使出吃奶的镜也打不开门 只能眼睁睁看着母女经过 无奈转身追了下去 就在这时 女儿突然想起母亲卧室里的安全屋 于是女人立即按下紧急按钮折了回去 气得脏便哥直跺脚 趁劫匪上楼的空荡 女人拉着女儿逃出电梯 成功抢在劫匪之前跑进安全屋 尽管脏便哥气急败坏地击打房门 却始终无法撼动分毫 母女俩害怕地蜷缩在墙角 担心安全门不够牢固 此时女人注意到一旁的电话 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却发现电话线并没有接通 女儿发现旁边有一个通话按钮 便示意妈妈通过广播和劫匪谈判 女人谎称自己已经报警 让劫匪速速离开 殊不知劫匪中的老黑 就是建造安全屋的专家 他知道里面的独立电话线还没接通 拆穿了女人的计谋 脏便哥举起字条表示 只要出来就会放他们离开 因为他们要找的保险箱 就在母女俩待着的安全屋里 老黑知道安全屋一旦关上便无法进入 只能想办法让母女俩出来 于是 他们将所有门窗全部钉死 安全屋内 女儿正在翻找补给物资 突然赶到地洞山摇 俯下身子一听 原来是楼下的劫匪正在砸屋顶 却没想到还有一层厚厚的钢板 随后女人又听到墙壁在震动 是刚刚的撞击声惊扰了邻居 邻居正在悄强抱怨 母女俩见状疯狂求救 然而他们的声音根本穿不透厚重的墙体 就在这时老黑想到一个主意 他用电钻在通风管道凿了一个洞 随后连上煤气罐 打算向屋内灌煤气 从监控画面上看 女人也意识到不对劲 他让女儿趴在地上 自己爬到通风口一闻 浓烈的煤气扑鼻而来 呛得他只咳嗽 如果不想办法阻止 母女俩都会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 女儿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通风口 两人赶紧趴在洞口唤起 此时劫匪们也发生争执 老黑说如果母女俩死在里面 谁来为他们开门 可蒙面男却一个劲的加大计量 于是女人又用胶带想要将通风口封住 可由于气流太大 胶带很快就被撑开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女人在储物箱中一阵翻找 终于她找到了一支点火器 女人被困在安全屋内 而屋外的劫匪一直往里灌煤气 眼看母女俩即将中毒 女人披上防火毯 将点火器伸进管道内 猛的一点火 瞬间燃起蓝色的火光 不知情的脏便哥趴在墙上偷听 结果一阵剧烈爆炸将它炸飞 煤气罐也冲上天花板 脏便哥愤怒地对着摄像头大骂 可安全屋就是不开门 这时女儿透过排气孔 发现对面的一户人家没有拉窗帘 于是便取来手电筒 对着窗户发射求救信号 很快邻居就被灯光黄醒 她走到窗前来回观察 成功注意到了不远处的灯光 母女俩见状大声求救 可声音却被雨水掩盖 对面的男人并不知道这是在求救 放下窗帘再次睡去 好不容易求生的机会就这样溜走 以此同时 由于迟迟打不开安全门 劫匪们也产生了冲突 女人见他们不在卧室 是跑出去拿手机的好机会 随着女儿一声令下 女人打开门飞快跑到床边 却发现手机被打翻在床底 就在她奋力够手机时 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台灯 劫匪发现后迅速跑回卧室 女人捡到手机后 争分夺秒地往回跑 最终成功在劫匪赶到之前 跑回了安全屋 却发现手机压根就没信号 即使把手机伸到通风口 也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 女人看着眼前的电话 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意识到 只要将主电话线接过来 电话就能接通 她让女儿扯下电话机 自己则去拉墙里的电话线 可由于声音较大 引起了老黑的注意 她卸下螺丝一看 电话线就在她眼前被抽走 母女俩合力接好电话 拨通了911报警 同时老黑和蒙面男也冲进地下室 破坏线路 可报警电话提示战线 女人只好打电话给前夫 可还没聊几句 电话就完全没了信号 蒙面男一锤子将线路整个摧毁 母女俩只能祈祷前夫会报警 而在安全屋外 劫匪们再一次产生矛盾 脏便哥已经会失去耐心 决定回家继承遗产 这下老黑可不同意了 费了这么大功夫居然白干 只见脏便哥刚要走出门 就被蒙面男一枪爆头 蒙面男是个狠人 母女俩也发生了意外 女儿由于血糖过低病情发作 必须立刻进行注射 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门外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女人的前夫竟然亲自过来查看情况 结果被蒙面男打了个半死 要求女人打开门 可女人不能这么做 只能无助地抱着女儿 没过一会儿屋外安静下来 女人看到监控钟老 给抱着蒙面男的尸体下了楼 便以为是他们又开始内讧 他决定冒险冲出去为女儿取药 深更半夜劫匪入室抢劫 母女俩迅速逃进安全屋 不曾想女儿却突发恶极 必须立刻进行注射 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于是趁着劫匪内讧的空荡 女人悄悄打开门 不管门外被打得半死的前夫 迅速冲到冰箱前找到了药物 不料自己中了劫匪的陷阱 原来老黑拖出去的不是蒙面男 而是换了妆的前夫 劫匪成功进入了密室 却发现女儿躺在地上急需救治 此时女人在楼梯口看到劫匪 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 于是迅速来到楼下 发现了躲在门后的蒙面男 她鼓起勇气冲过去 一把将蒙面男撞倒 却在门前和老黑撞了个满怀 蒙面男爬起来紧紧勒住她的脖子 女人奋力挣扎 一个华丽转身将蒙面男甩进了密室 老黑见状迅速按下密室开关 女人则趁机将药物扔进室内 蒙面男来不及闪躲手指被门夹伤 这下可坏菜了 女儿还在里面急需注射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蒙面男的枪还留在门外 于是迅速捡起枪对准安全门 老黑通过广播和女人谈判 只要女人走远 他就答应为女儿注射 女人没办法只好答应 老黑则趁机将蒙面男的手放了进来 随后来到女儿面前为他治疗 本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却得知前夫在来之前已经报了警 此时警察已经敲响了房门 为了让劫匪放心 女人表示自己会将警察打发走 他假装自己正在和前夫闹离婚 成功将警察支走 老黑见状开始撬安全屋内的保险箱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装有价值两千多万的债权 这下可发财了 与此同时 女人领着大锤将摄像头敲掉 然后让断了手的丈夫举枪 自己则拎着大锤躲在门后 劫匪们把女儿当作人质 缓缓下了楼 前夫让老黑先放了他女儿 否则谁也别想走 老黑答应会放他女儿离开 让前夫不要开枪 殊不知女人拎着大锤悄悄来到身后 然后一锤将蒙面男砸下了楼 老黑趁机夺窗而逃 女人赶紧确认女儿有没有受伤 不料蒙面男却杀了回来 前夫对着他连开竖枪 奈何手臂被打断无法瞄准 女人抡起锤子向他砸去 反而被一把撞倒 前夫想上前补枪 也被扑倒在地 蒙面男顺势捡起锤子 想要杀掉女人 女儿见状抓起针管对着他一顿猛戳 却被一拳打倒在地 就在蒙面男要举锤杀掉女人时 老黑一枪结果了他 救下了这一家 随后警察听到枪声赶到 老黑没跑多远就被抓住 一家人终于死里逃生 成功获救